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同時美中的軍備競賽還在增加 美軍這一回合增加 導彈的射程的同時 也強化整個西太平洋的軍事優勢 同時呢 整個八月份美日印澳 也有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而同一時間美中 彼此之間也有一個間諜大戰 然而同一時間 欣平仍然在清洗中國的軍隊 這個軍隊真的可以打仗嗎 事實上欣平自己都不知道 不過華爾街日報今天製作了專題 這個專題呢 事實上追蹤探討的是 中國經濟真的糟透了 也因為全方位的糟透了 使得外界關心 軍變政變跟民變的壓力 可能一波接著一波 今天事實上在供應鏈 也有新的攻防 印度全面封殺中國主要 在中國組裝的筆記型電腦 跟3C相關的產品 印度確實強而有力的 準備打造自己的供應鏈 然而另外一個晶片大戰當中 NVIDIA在中國黑市的價錢 是連番的飆斬 那這裡頭當然也是跟 美國的科技封殺有關聯 不過美國今天 這個盤後蘋果的財報事實上 營收連跌了三季 同時呢 這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再度回到四個百分點 但是巴菲特借過這一個CNBC公開喊話 他說他不擔心美債 他繼續買 而在背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吳大任老師 大家好 再是黃清雄大哥 大家好 再是彭孝大哥 大家好 再是吳文杰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中國這一回合的水災 災情真的非常的慘重 好 世聰 中國的水災災情慘重 但是路透社今天有獨家報導說 習近平帶著高官度假 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台灣 一定會被罵死的 對 沒錯 我們看到說最近的中國 真的水災非常糟糕 特別是在平津 還有包括河北這一帶 就是說水相折果的一個局面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按照民主社會來說的話 當然領導人第一個時間 已經跑到當地去做一個所謂的 災後政治學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習近平除了有發一些聲明說 這次的確是當河北地區 造成非常大的傷亡之外 他並沒有出現在公眾的場合 那反而是有國外媒體報導 路透社報導 他說因為新華社有報導一個新聞 就是說蔡奇 他在北戴河這個地方 接見了57個技術專家 那商談一些未來的 譬如說我們中國在技術上要自力自強 這樣一件事 可是他這個事情透露了什麼 透露說蔡奇現在人正在北戴河 不在北京市 那照理說 因為過去的這個經驗裡面來說的話 大概約莫從7月到8月多左右的時間點裡面來說 中國的這個高官都會離開北京 因為北京的這個溫度非常熱 然後他們都會到北戴河去度假 那不只是度假 那當然還有這個商討一些政務 或是做一些所謂的黨政的溝通等等的一個狀況 過去很多中國的重要人士或是說很多重要政策也都在北戴河的時間 談出來一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人家發現到說你現在人這個可能很多中亞領導人都在北戴河這樣一個狀況 那當然反應就會有一點慢的這個狀況 當然很多人都希望說能夠看到習近平出來的一個情形 那根據目前為止的這個統計數字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所謂河北的這個水患 目前已經大概有河北省的94縣 已經是淪為災區 然後大概有826個鄉鎮 那他們光是撤離的人數就高達120萬人以上 但是呢 目前官方的數據就是說 死亡人數大概二三十個人了 但是很多人都不相信 因為這一次恐怕死亡人數會比大家想像中都要更多的一個狀況 那特別是原本很多民眾都說 你在上游泄洪的時候像很多地方 為什麼這個會災情那麼慘重 因為你泄洪的時候沒有跟大家講 那尤其是之前民眾都傳言說 你為什麼你泄洪就是說穿 你要為了保平這個北京 然後保這個天津 然後保雄安新區 保這個大大興機場等等 他原本大家都這樣猜測 結果沒想到今天的接受訪問的這個 河北省的省委他就說了 他說有序的這個 有序的啟用序置 序置洪池 然後減輕北京防壓 防洪的壓力 然後堅決做好首都的護城河 所以這個話一出來之後 大家就痛罵 所以顯然就是說 你為了要保那些大城市 你犧牲了絕大多數的民眾的權益 那尤其是現在他們還出來講 他們出來說什麼 他們現在就說 我們這個 譬如說像以這個 這個鳳凰Times 他就說 我們已經有跟民眾說 我們要泄洪 就沒想到 很多人沒有把泄洪當成一回事 就他們居然在檢討 這些所謂的這個居民 所以你們自己沒有重視這個 這個狀況 但是現在很多民眾都出來說 我們到事實上在2013年的時候 2012年的時候 北京就已經有爆發過 類似這個暴雨 暴雨襲擊北京的這個狀況 當時呢 這個北京的這個相關的單位就說 我們要砸這個數百億人民幣 然後要打造所謂的北京的這個海綿城市 也就是說他可以吸水 然後防洪會比較快速 他們花了100多億人民幣 就沒想到居然是這樣的結果 大家都沒辦法接受了一個狀況 那當然啦 我剛才提到 這個北京的這個市委書記 講了這個 河北的省委書記 講了這句話之後 讓大家在網路上炸鍋之後 結果連胡錫進都出來 喊嚇說 啊 其實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啦 不要這樣子一個狀況 但是顯然民眾不認為說 你是把我當成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連串的畫面 目前當然最慘的就是卓州 因為卓州幾乎是 全個整個這個縣城 都完全淹在水裡面不說 他們現在很多居民呢 都爬到這個屋頂上面 他說哎 我們已經沒水沒電 電煤訊號急需要救援 已經在這個地方好幾天的一個狀況 那這些怎麼辦呢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 譬如說像卓州 卓州我們看到畫面裡面 他淹水 其實淹的有些地方 淹得相當高 這些算是比較淺的 他可能還可以行舟 有些地方已經淹到這個 這個所謂電 就所謂交通訊號的那些紅綠燈 已經都被淹到 都已經看到那個狀況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淹的 有些人說已經淹 至少是兩層樓高的一個數字 而且跟他們 讓民眾更不能接受是 因為我們他們很多地方 都是要申請這個相關的救難人員 就要申請救難人員的時候 就說不好意思 你沒有辦法跟我申請 因為我們現在的官張不見了 沒辦法 沒辦法去找那些人出來 他想說你怎麼會用這樣的狀況 所以很多民眾 不只是當然天災人禍 因為兩天降了兩年的雨水 這個大家真的 這個是天災 但是人禍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可諱言 那個包括說你謝宏沒有跟大家講 那包括說你看 你要救災 目前為止也沒有救災的這個機制 什麼都沒有 那甚至網路上有傳非常多 譬如說像我們台灣人也非常熟悉的 盧溝橋 我們都從小念了盧溝橋 就有人說 這次在這個風帶裡面盧溝橋也斷了 結果沒想到不是不是 他說是在旁邊的這個小青河橋 因為永定河在這次整個水面暴漲之後 很多橋都是完全完全起來 那我們看到那座斷的永定橋 小青河橋那一座橋 大家你要知道 事實上那座橋斷掉的時候 還有車在上面開 結果就這樣 他們就被打到水裡面去 打到水裡面去的話 如果你有看那個畫面是 他那個燈還是 在這個水中一載載載沉 燈還是亮著 所以險天上面還是有非常多人 就沒想到現在官方說什麼 官方說我們這個洪風的恐怕不會到這個時候結束 因為山區的雨量可能過幾天才會慢慢的下來 他們現在要開啟更多的包括蓄洪池那些地方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大量的撤離人數 那好那除了這一次的北京的這個雨漢之外 現在這個封面這個所謂的颱風之後的漁威呢 再往北去 所以現在東北都在下大雨 包括東北有這個在齊齊哈爾這個地方 因為暴雨發生這個攤坊 然後攤坊之後整個車子就掉到這個路面下的一個狀況 甚至很多地方也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他說今年的這個中國真的是天災人火 或不斷的一個清洗 好那明杰剛剛講中國的水災事實上 還全面性的發展跟惡化的同時 習近平忙著清洗的是中國的軍系跟火箭軍 但是這一個部隊到底可不可以打仗 事實上他心裡都有問號 對這個習近平最近大規模清洗火箭軍 這個事情不只撼動這個中國內部可能政軍 那當然對於這個國際也這個十分的關注 那現在外媒德國資深有一篇報導中 就談到說那這個事件代表說 習近平強調的這個絕對忠誠 絕對可能也沒有存在 因為從這一次整個這一個豎清的過程 表示說他過去一再強調要共軍將領絕對忠誠 但是這一次你看到我們先前分析說 連查了三任的這個火箭軍 這個政府司令之外 那同時換掉這一個司令跟政委 甚至用海空軍的這些將領來出任火箭軍的司令跟政委 這些都代表習近平完完全全不信任火箭軍內部 那所以我個人觀察認為說這一次 基本上用海空軍將領來替代 所謂的這些專業的兵科出身 這個司令基本上就是要這個首重 第一個先把內部來豎清 第二個當然最重要就是要維穩 換句話說這兩個都是政治考量 絕對大於軍事上的考量 也就是說這個火箭軍現在到底具不具備備備戰打仗的能力 其實已經不在習近平現在優先的這一個想法之中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會牽動到影響非常大 勢必會影響到這一個對美對台的所謂的軍事鬥爭的部分 那到底背後的原因如何 這幾天其實非常多的這個國際的分析或者是智庫的看法都有出現 不過我引述一篇這個是應該是台灣國安部門 那不具名用兩岸人士的方式來透露消息 中間有幾個蛛絲馬跡我覺得值得參考 就說這個時間點基本上可能要往前推到今年三四月 其實就已經發現說當時這一個現任的共軍 現在參謀本部的這一個副參謀長 這位叫張正宗他前任就是這一個解放軍的副司令 這個火箭軍的副司令他是最早先被消失 那這位張正宗他其實去年其實是當紅的共軍將領 因為他曾經陪當時的中國的國防部長魏鳳和去新加坡開香格里拉會談 當面還狂嗆這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那所以當時也被認為說政治上是不是非常正確 那怎麼會突然會被消失 那接下來另外前任的這個副司令 這一個劉文兵也被消失 那更詭異的是到六月底的時候開始這個現任的這個司令 這一個李玉超也被帶走調查 那接下來就傳出說前前任的這個副司令吳國華被病死 也可能是被自殺 那還傳出說連這一個當時去年的這個魏鳳和中國國防部長 他前任也是這一個所謂2015年軍改之後的火箭軍司令 也被軟禁雙規 等於一連串所以跟火箭軍有關的這些高階將全部被清查 那這個部分這個兩岸人士認為說中間可能如果發生所謂的政變或軍變可能性比較小 不過氣暗投名的可能性確實蠻大 中間就涉及到所謂的泄密 因為我們先前談到說表面上看起來是打貪腐 但實際上背後絕對更嚴重 否則不會這麼大規模的全面清查 那背後涉及到的所謂的泄密 也就是其實跟中城是一體兩面的關係 那泄密的部分 這個相關的國安兩岸人士其實還大膽推估說 這是因為火箭軍的軍頭 認為說這個如果一旦對台海開戰 那跟美國作戰情況之下基本上沒有勝算 不想當炮灰 所以這一個等於說變相的交出所謂的這個火箭軍的資料 換句話說去年美國空軍大學曝光的那個航空航天研究所 巨細迷移的火箭軍資料也是這一次可能這火箭軍全面被這個習近平清查的導火線 所以當時後來這個最近有美國媒體直接報導說 這個就是美國情報戰上面的一個勝利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除了所謂的涉灘 當然涉密跟忠誠也是很大的質疑 那另外也有這個海外媒體有直接引述一位美國戰略學者叫做科普利 那他直接是大膽推測說這個勢必跟所謂的政變有關 才會可能大規模的侵襲 那他認為說共軍可能認為說一旦習近平在台海開戰 非常可能危急到中共未來的生存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作戰計畫並不認同 也不想不想要打這場戰爭 那當然共軍內部也有所謂的鷹派 但是也有所謂的務實派 所以這也是一場可能背後看不見的這個 不管是政變或者是軍變 那當然不管是哪個原因 目前來講背後這一個可能引發出的影響 已經非常的大 那當然華府跟台灣都有非常多的關注焦點 台灣是關注在那台海作戰 有沒有可能會因為這樣打消 不過華府有另外一派看法是他們擔心的是 因為火箭軍手中握有所謂的核武 不管東風41可以打擊到美國的本土 或東風31AG這些 那巨量2巨量3 這些部分那華府智庫認為說 現在如果火箭軍以外航去領導內航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未來是不是核武會失控 或者是說也有人認為說 這是不是習近平想要讓火箭軍更加的現代化 有不同的見解 不過這個部分因為核武過去來講 在中共內部就是高度的機敏情資 那現在本來就已經不透明 現在又換上這些非專業降臨來帶領的情況之下 未來有沒有可能核武會造成美中之間重大的一個問題 也是值得觀察 不過對台灣來講當然最關注的焦點還是放在 習近平有沒有可能因為這一次火箭軍清洗 那導致整個奪台的計畫 這個不管是放棄也好或被迫延後 我認為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現在他優先的目標是內部的維穩跟肅清 那被這樣打仗已經不是他現在能夠要求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習近平勢必要重新思考 用武力來奪台是不是他所謂的這一個發展 所謂中國夢的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因為第一個外部條件本來就不利於這個中國 在台海發動戰爭 特別是俄烏戰爭其實已經看到 俄羅斯很難在短時間之內 就直接併吞烏克蘭 而且打得越來越糟 那同時盟邦對烏克蘭的支持 那現在同樣對台灣的支持也一樣 那這些都讓這一個共軍沒有辦法排除外軍勢力的干預 那當然內部條件 現在本來只看說所謂共軍戰力 具不具備備備上打仗能力 但是現在看起來連忠誠都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那這一場所謂的奪台的作戰計畫能不能推動 其實答案已經非常的明顯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蘋果今天再度公布最新的財報 那事實上消費性相關的產品已經連跌了三季 不過蘋果在印度的營收來到歷史新高 而印度今天事實上直接封殺所有在中國生產製造 組裝的筆記型電腦跟平板3C相關的產品 好是從剛剛看到的是 Boomber追蹤了蘋果最新的財報 對沒錯 事實上蘋果在今天早上公布了它最新的這個財報 那最近財報裡面來說的話 它的營收跟獲利呢 雖然都是較去年減少 不過呢是贏過了華爾街的這個預估 那以這個手機來看的話 這個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蘋果的手機在北美在上一季呢 衰退了5.6%左右 那有兩個地區呢變成是亮點 一個是大中華地區 成榜的8% 那主要原因來說庫克說是因為很多Android的客戶呢 變成是這個蘋果的客戶 但是最大亮點是出現在印度 因為印度這個根據蘋果的說法是說 有兩位數的成長 但是具體多少他沒有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年以來 蘋果庫克都一直說印度是個巨大機會 甚至今年在印度已經開了兩家旗店店嘛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印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好那這一次的蘋果呢 手機表現不好 但是穿戴裝置是有成長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軟體服務 也就是說他這一次軟體服務呢 也成長了8.2% 所以從這些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說實在AI的這個注意呢 讓這個軟體服務有一些增加的機會 或許這個是值得我們觀察的 好那講完了這個蘋果的手 這個財報之後 因為印度在今天做了一件事 他就說呢 你目前為止來說話 你只要進口筆電 平板電腦 還有個人的這個電腦的話 你要獲得我們印度官方批准的特需許可證 否則是不能夠進口的 那這主要為什麼要這樣狀況 因為印度呢大部分的這個PCNB這些呢 都不是在印度做 尤其很大部分都來自中國 他說他這次的目的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要限制來自中國生產的大部分的產品 那當然對品牌業者 包括說像我們台灣的紅機啦 或是說像蘋果啦 或是三星都會有一些衝擊 但其實他主要目標還是希望說 你只要能夠在當地生產 我就還是可以讓你出 那尤其是今年五月的時候末底有推出一個二十億美金的這個計畫 就是說我們要在這個印度構建所謂的NBPC 還有伺服器的這個這個相關的產業 所以這個政策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這個 這個讓你在地化的供應鏈而做了一件事 那尤其是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印度的NBPC大概有一半都是來自於中國的進口 所以簡單來說 他其實是對中國的生產地的產品 發出一個這個讓你來我們印度生產的這樣一個禁令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我們再講 就像這一次的這個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現在很多商會都一直有一些新的這個調查報告 譬如說日經亞洲他最近有發表一個美國商會 針對在中國的美國的商業人士的一些調查報告 他們就說目前為止 美國商會對於中國經濟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已經跌到這三年來的最低 那同時是說他們之前在2020年的時候 有審慎樂觀或有信心大概是84% 84%現在只掉到64% 另外還有個調查就是說 那你願不願意對中國再進一步投資 只有百分有百分之六十八就說 欸我們沒有打算再投資 所以顯見外資企業對中國的看法 從過去偏向樂觀已經開始偏向保守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在最近期美國也剛好在公佈財報 那有一些美國的財報公司他就直接跟你講 我的獲利不好是因為中國的關係 這裡面有幾家 一個是Unilever 我們知道說聯合利華 他很多民生的這個用品 另外一個就是Caterpillar 就是說開拓重工 他都說這個部分是因為來自於中國的需求的下滑 那甚至連日本的日產汽車也說 這個中國市場這一邊也不是太好 那你更不用講韓國的三星跟海力士 也是同樣都這樣說 所以這個等於是告訴你 中國的經濟不是只有影響他們自己本身 就連周邊很多重要國家的企業公司都受到影響 甚至最近一段時間這個中國的股市也表現得不是很好 你看今年其實像亞洲股市裡面來說 日本、韓國、台灣都表現不差 但是中國股市表現得不好 那尤其是去年的這個中國股市跌了20% 那今年漲幅又相對比較小 那如果再往下跌 可能今年的漲幅也都要吐掉了 那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的散戶正在離開中國股市 就是中國現在面臨到 如果你是經濟不好 那你如果用股市照浪起來 或許會讓民眾有財富的效果 你會願意去消費 但問題現在也沒有這樣 所以呢最近中國官方有一個文件就是說 他們不是要刺激民眾消費嗎 他們就說現在我們要把這個股市 要讓把它熱起來 他說我們要推動股市走出所謂的 要讓股市的活躍度提升 讓股市走出慢牛格局 那壯大理性成熟的這個投資力量 然後這樣能夠暢通入市 然後讓資金進來之後 股市起來或許才能夠刺激整個消費 所以你看現在中國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想辦法再讓民眾的消費能夠重新上來 好那但是壓力還是蠻大的 我們當然我們最近我們在討論 這個台灣的這個包括我們舉債 或是怎樣的狀況 但是中國現在呢 大家在意的是他的這個地方債 還有他的企業債 特別是在他的建商 我們建商恆大已經虧了這個 目前的帳上的帳是兩兆多人民幣嘛 但是現在為止來說啊 很多過去可能你借貸的錢沒辦法還 像以碧桂園 碧桂園目前有一部分的這個海外的這個債呢 他就不願意還他說沒有辦法還 那根據目前為止來說 到期的這個債呢到接下來幾個月 還有大概1.24兆台幣左右的一個數字 那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還了一個狀況 那甚至現在中國呢 已經開始有些地方呢 建商在推出所謂的買一送一的這個狀況來出清 但你可以看出來 其實這個力道都沒辦法刺激起來 所以中國經濟顯然在接下來一段時間裡面 還會面臨到非常低迷的一個情形 好那我請教金龍大哥 中國的房產在疊價 可是AI晶片黑市喔 這個常常一天三個價 而且NVIDIA的黑市行情標的很兇啊 對他從一片大概10萬塊人民幣 可以飆到20萬甚至50萬喔 那因為其實中 所以走私這個真的很好賺 對其實以前我也做過這種啊 半導體的一些貿易喔 基本上喔就是說有在這個灰色地帶的IC喔 特別是喔暴力的來源喔 不過以後有機會我會舉例喔 其實我這個故事我很多啊 也曾經參與過這一些部分喔 那現在喔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基本上我們這一次要來講的是喔 就是說台積電 台積電呢喔我覺得台積電目前來看喔 基本上事實上它有很多的挑戰喔 第一個台積電今年的營收喔 大概會衰退10%左右 嗯那衰退10%左右其實是很不錯的啦喔 那但是呢大家都在想像AI這麼紅啊 台積電全部AI幾乎 AI它全包啊 但是問題是AI是怎樣 目前的AI都是集中在這個雲端的AI 也就是說目前都是雲端的伺服器 AI伺服器 這個呢雖然供不應求 但是量不夠大喔 以台積電來看喔 它現在喔就是說 AI的佔比喔大概只有6%左右而已 不過很厲害的是 它的複合年成長率是50% 這個是很不得了的喔 那麼預估台積電到了2027年 AI要佔它的營收的比例大概是13%左右 嗯 那現在台積電最大的問題就是先進封裝 嗯 那先進封裝的部分呢喔 就是COAS COAS就是就是把晶片疊在 就是晶片疊在晶圓上 然後晶圓上疊了以後 它它會用細穿孔 疊了以後再放到窄板上面喔 所以它是一個蠻複雜的一個封裝 那台積電目前的產能是大概 今年大概只有12萬片 明年會增加24萬片 那其中大概七八成都被NVIDIA包了 喔 NVIDIA包很多 那這個COAS因為很貴 以前沒什麼人採用 所以台積電的那個產能是 為什麼會那麼小的原因 那台積電現在就是銅鑼 它要去擴廠 擴廠會大概一個月會將來會到11萬片左右 在2027年這是相當可怕的 那你說這個成本高 這個也是毛利高的嗎 對這個都是毛利高的 欸你知道房地產業者現在都已經炒到銅鑼了 哈哈哈哈 真的啦 對對對一定都炒 因為以前苗栗的房子比較不好炒啦 苗栗以前很難炒 因為我在苗栗上班過 那可能第一個黃董事長黃崇仁有去那個利基電在銅鑼工業園區 他插頭箱 他插頭箱 那現在台積電加值 台積電那個是 他把那個地的那個使用權的讓給台積電 因為黃崇仁也這個面子要做 其實理智他也得到了 因為他現在的產能力用力不高 所以不急著再擴廠 好我們基本上是這樣 那台積電現在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外換 所謂的外換就是說美國 因為台積電在第二季的法說的時候 他們說這個美國 因為就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叫延宕 本來是2024年要量產4奈米的 結果現在推延到2025年 所以他們可能需要要派人去支援 哇這時美國的工會就跳起來了 美國的工會坦白講 那個工會的會長 基本上他吃得飽飽的 那當然他一定要對他們的會員 就是說美國的這個亞利桑那州 有一個建築工會 就是說等於他的建築貿易協會的會長 他就在奉房城的商業報寫文章說 我們在亞利桑那州替Intel 蓋了40多年的這個經驗廠 我都沒有問題 台積電說因為我們的 台積電其實沒有指名 他說因為我們的問題 他一定要告訴我們為什麼問題 其實這個 事實際上台積電是想要用這個去找進來便宜的員工來取到我們 他是建築工會 對建築工會 現在不是半老體的工程師工會 是蓋房子蓋硬體的建築工會 所以這才前菜而已 後菜很麻煩 等一下會講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好了 他現在說 他是代表1.2萬 實情是這樣 Intel在亞利桑那 除了他有先進製程 他有投資一個200億美金 要蓋兩座 也在蓋的當中 事實上他有7年沒有蓋的 7年沒有在亞利桑那州蓋過經驗廠 除了當然那個是2021年的那個 那個不算 基本上他7年沒有蓋過 所以呢 另外呢 當時Intel的那個製程都是很 就是說等於很成熟的製程 那根本沒有說EUV的安裝經驗 那另外一個 台積電要派這些 他就是 其實也不是派他自己的 他派他的 工業廠商 工業廠商 比如說 環宣啊 這一些替他裝EUV的這一些 欸 美國的Arizona的那個鳳凰城 沒有辦法發給他工作簽證 他說我們二三十年沒有發工作簽證 所以只能發給他技術簽證 技術簽證什麼事 這些人去不能動手做喔 你一動手做你就麻煩了 只能夠用嘴巴指導 用嘴巴那誰做 欸 美國工人做 喔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已經保護到美國工人的利益 然後台積電馬上發表聲明 就是說因為這個是很先進的製程 他們要找技術資源 他不會影響1.2 他現在有1.2萬人的 所以其實他喔 這個 等於他的 建築功能啊 都是美國當地的 而且他還特別生理 以後繼續照聘 以 而且絕對是以美國當地的員工 為優先啦 那這個部分喔 那我 剛剛講這是前菜 這是在 欸 晶圓廠 24小時要run 你要加班 當然他可能有一些要特別的喔 大家互相簽約啦 這個部分 那美國工會那麼的強勢 欸 很不爽的時候來個罷工怎麼辦 on strike 喔 台積電這種公司是禁不起罷工 那個 那個 產線如果一停的話 要再重新開動 可能甚至要花一個月 甚至兩個月的時間 喔 當然不一定 不一定這麼嚴重 但是如果因為罷工 像他們在稅修的時候 一稅修之 影響他的產能自大 所以為什麼在美國的 這個經驗廠的這個成本很大 那我們來看喔 就是說 欸這就凸顯台灣的工程師跟員工真是好 真好 便利大碗好用不罷工 那對 完全不罷工 燃燒年輕的肝 對對對 然後燃燒完肝之後 就買竹科南科旁邊那些被土地開發商炒高的房子 對啊 台灣的員工很好安心 獎金給多一點 是就沒事 嗯 那比較美國和日本 日本實在是好太多了 8月1號 我也聽說這個 我聽到業界大佬跟我說 日本有一些工程師的薪水 現在還比台灣低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可以講 以台灣的行情跟日本的行情一樣位階的話 其實現在日本比較低 對啊 台積電的熊奔廠 他現在的員工的薪資 大概是在六萬多塊台幣左右 這個六萬多塊台幣已經比日本當地的行情高了 然後他如果你是派遣工的話 如果做到前職還可以來十幾萬台幣 那這日本廠商都跳起來 那我們講 美國 日本兩樣情 8月1號 台積電的員工和眷屬 888 888人 專機赴日 專機 到日本去 要對熊奔廠 要開始赴日 開始做了 然後呢 日本呢 也要他們開始講說 要補貼台積電熊奔 如果台積電蓋二廠的話 他會補貼三分之一 那也蠻乾脆的 我跟各位報告 就熊本一廠 日本政府是補貼35億美金 35億美金呢 其實台積電原來的熊本一廠 原來的計劃是70億美金 所以這個幾乎是已經是一半了 不過後來台積電有把 為了要擴充它的那個產能 所以它升高到86億美元 那86億美元也是40% 二廠也三分之一 而且沒什麼大的條件 它原來的條件就是 你要有日本的核資公司 這才會符合 那當然就是Sony 還有那個TENSO 就是日本電商 他們都有參與投資 所以日本來講 第一個薪資又好 然後日本 補貼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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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又乖 可能會有工會 可能不會有工會 日本的工會都什麼秋豆啦 春豆啦 只是豆豆而已 說不定都用嘴巴豆 絕對不會罷工 員工 事實上是日本人跟台灣人的習性 自然感 蠻接近的 所以這個比較起來 那另外一個呢 台積電也被逼要到德國去設廠 那麼德國呢 德國工會也很兇 德國工會更兇啊 我的好朋友 李昆耀董市長 李昆耀董市長 他們的名機 其實那個策略是完全正確 他們本來要併了西門子 因為當時手機剛起來 西門子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品牌 在當時 也就是說 以名機當時整個的策略是很對的 因為我這樣 以世界一流的品牌 而且像德國的名字 這樣講 沒想到 而且歐盟 就是說德國還補貼了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西門子賠了很多 結果去那裡貼到大鐵板 那當然呢 台積電要去德國 他們也就是說 我覺得不能獨資啊 所以他就會找 英菲林 英菲林是 英菲林是德國廠 還有比如說像 異放半腦體 Bosch 因為Bosch等於是那個 車廠 一級車廠 可能會找他們核資 那這個我們講叫做 以儀制儀 以德國人 是德國人 可能會比較有辦法 那當然他 我想台積電也很謹慎 他派他的人力資源部去商討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齁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齁 台積電被追趕的過程 因為現在全世界三大經驗廠 既有先進製程的能力 一個是intel 最近intel呢齁 7月15號宣布 就是說intel T 艾利遜 艾利遜 做1.8奈米的晶片 詳情沒有講 那代表說 我1.8奈米 因為 以intel的時程 他四年五個世代 他2024年的上半年 就要做2奈米 2024年的下半年 就要做1.8奈米 所以這個追趕的很兇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現在抓間諜大戰 過去一個月以來 邢英平清洗了 逼近十個火箭軍高層將官 同時呢 還直接把秦剛給免職了 外界都懷疑他在抓 在抓間諜 但是事實上 美國也在抓間諜 好 青龍大哥 剛看到美中都在抓間諜 剛剛的案例故事是 FBI抓了兩個海軍的間諜 對 現在美中之間 真的是跌影闖闖 我們記得 在上個月的時候 那麼才由微軟公開揭發 這個中國的駭客 入侵了美國的商務部 跟國務院的電子郵件 那麼這裡面包括 最近去中國訪問的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還有美國駐中國的大使 他的郵件 甚至包括國務院的亞太助卿 康達 他的電子郵件都被害了 好 那現在這一次 由這個聯邦調查局 那麼配合 美國官方的當地的說明 這個在加州的這一個 這個間諜案 他是這樣子 兩位捲到裡頭的 這個海軍的這個官兵 那麼有一位他涉嫌 收受了一萬五千美軍的一個代價 然後他提供什麼樣的軍事機密呢 他提供了美國這個包括 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演習計劃 美軍的沖繩基地的雷達系統藍圖 還有美國海軍在加州地區的 設施安全細節 那麼另外一個海軍的這個士兵 叫衛進超 那麼他是以幾千美元的代價 提供了包括這個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還有其他美國軍艦的資訊 給這個中共 那麼當然中共一定否認 可是呢這裡面呢有一個非常不尋常的訊息 大家有注意到 這兩位捲入這個涉嫌間諜的美國士兵 你從他的拼拼看得出來 他是華裔的 那現在呢在加州地區 華人越來越多 估計也有不少人會加入到美國的軍中 那麼這讓中國的這個間諜的一個使用 的手可以越伸越廣 而且從這個案子讓我就聯想到說 前不久我們漢光演習剛剛閉幕 結果呢我們負責我們大台北首都啊 防衛的有龍城部隊支撐的陸軍 航空特戰指揮部爆發裡頭的這個 現役的這個校官啊 涉嫌洩漏重大國防機密給了中共 這樣的一個國安案件 那麼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中共現在這個間諜的手 越伸越長 台灣也被伸到裡頭來 而與此同時我們又看到的是 中國的反間諜法 從7月1號開始實施到現在 已經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麼最近他新的國安部啊 發表出來要求的是說啊 要鼓勵全中國14億人加入 反間諜的工作 甚至要包括成立個人舉報的管道 他也要提供表彰跟獎勵啊 這意思就是說啊 在中國啊 這個人老百姓 人人都有成為反間諜的這樣的一個義務 也就是說變成是全民都在做這個間諜的工作 那麼因此我們以前講了一句話說啊 這個亂邦不入為邦不居啊 亂邦不居為邦不入啊 那我最後我想要提到一點是 我最近在勤看蔣經國日記啊 你面對中共這樣的一個對手 你要怎麼辦 我想我提供蔣經國日記在1973年 3月5號的一段紀錄啊 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啊 他說啊 這個敵人啊 無時無刻不再用他千方百計的方法來消滅我們 他不會放過任何可以用來打擊我們的機會啊 他說共產黨是什麼呢 他就是一個你死我活 殺人放火 難道你昌未達目的 不擇手段的殘暴集團 但是呢 不可否認 他的作為的效力非常的高 所以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對手 他強過於滿清 強過於軍閥 強過於日地 而且甚至達到千百倍 但是我從未加以輕視 而且要以一生的奮鬥來打敗他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匯域下修了美國信用平等之後 昨天晚上巴菲特透過CNBC 直接對市場信心喊話 好吳老師 剛剛我播給觀眾朋友看CNBC 這一段完整版是巴菲特透過 這個CNBC的節目直接公開喊話 說他繼續買美債不用怕 不過十年期公債值利率事上 這兩天確實反應的滿激烈的 確實 其實就是這次匯域 他的那個對美國的債信降頻 他會產生不同層次的影響 就是從美國政府 從投資者 其實他們的對應的方式 還有他們的感受一定是有很大的差異 那當然對巴菲特來講 他是一個投資者 所以呢 他現在 在買進美國公債 其實還是有他的道理 其實匯域的那個降 道理是什麼 你覺得常債在低檔的是不是 其實他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匯域他的那個降頻 他會讓公債的價格下跌 那公債價格下跌 就適度的下跌 他其實代表是殖利率上升 那殖利率上升 他的這個產品 他就有投資價值 而且美國公債即使 即便他被降頻 他也將來他 他也沒有倒債的風險 所以他的債信 只是從非常非常好 到很好 那他基本上 就是美國政府的公債 還是他有一定的信用 那只是對匯域來講 對信品公司 他因為在過去他的債 就是公債上限的 這個討論過程裡面 他看到了很多爭執 然後呢 這個對市場 也帶來一些不確定性 所以作為一個信品機構 我覺得他這樣做 還是有他的道理 他認為這些不確定性 你除非美國政府跟國會 能夠聯手 把這個不確定性把它消除 那將來不要再發生 那我想他就是 還是可以回復到 那個AAA的等級 那作為一個投資者來講 巴菲特的意思就是說老子低階 是沒錯 本多終勝 對 因為他本初嘛 是所以呢 現在美國升息已經到達到一個階段 那接下來呢 升息 就是這麼短的時間 這麼大幅度的升息 終究還是會影響到經濟 那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美國的經濟 他還是會 逐漸出現一些狀況 那當他的經濟開始出狀況的時候 聯準會的貨幣政策的思考 可能就會開始改變了 那當然最快 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就會轉成降息 那一旦降息 公債殖利率就會降下來 那公債價格又會上漲 所以現在呢 這個時機點 特別是匯域他降停之後 他的債券價格還會再跌 所以呢 作為買點來看 那現在確實是一個好的時機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 跟粉絲朋友掃描 CROCODE訂閱 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特文上面都有 官方的帳號 我們的YT帳號 還有IG帳號 每天也會上架兩支短影音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 最終收看 謝謝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我是陳寗官